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差不多再过一个月到8月15就开始入秋了 8月15的时候大量的水果 包括枣 8月15就开始红 现在枣还是清的 现在不能吃 完全不甜 但是小动物开始来破坏了 我得看看得打几个松鼠 松鼠肉不难吃啊 过去吃松鼠肉都是扒了皮吃 现在我告诉你 别扒皮 就给猪一样退了毛吃 挺好吃啊 今天呢 主要是讲讲这个中泽科二 中泽科二爆了一个大料啊 现在境外的媒体都在炒作这个料 说啥呢 说中央老领导 以这个曾庆红为代表的这个中央老领导 在北京的西郊开了个会 这个当然可能得往前推一个月了 这个是这个是8月初的时候 是北戴河聚会的时候 老家伙们在北京西郊某宾馆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达成了一个共识 就是要给习近平同志提点意见 最后这个与会人员的一部分 去了北戴河 领头的就是曾庆红 曾庆红跟习近平狠狠的 做了一番 做了一番 推心置腹的谈话 指出了习近平的错误 指出了习近平的错误 习近平被说得哑口无言 就说了一句话 说这些事都不是我造成的呀 这都是毛主席 邓小平 江总书记和胡锦涛 他们给我留下来的问题呀 我只不过是解决这些问题而已呀 当然说完了之后 习近平还是没有 没有这个 没有把这个心中的火给发出来 就开始抽抽了 然后标志是什么的 标志是G20这个会 他不去了 他本来每年都去呀 现在他不去了 让李强带他去 当然前几天 有一个什么金砖会议 实际上是丐帮大会 发展中国家 穷国家 人口多的国家 凑了一个金砖会议 本来是块砖头 非得多层金 就是习近平掏钱 大撒币开会 这个花钱把会场布置的很好 宣传一下我们中国 讲讲我们中国的故事 值得你们学习 就搞这么一个丐帮大会 习近平在上不是闹了个笑话吗 他有一个随身的一个翻译也好 或者是他的保镖也好 拎这个黑包 结果被人家南非的门位给挡在门外 习近平有点晕了 他这怎么回事 习近平也没有去追究这个事 最后是搞的一个一头雾水 下午的会习近平就不去了 所以搞的当时的与会代表 也有点理解不了 习近平怎么会是脾气这么大 后来也没有一个官方的权威的解释 为什么习近平不去参加安排好的会 总而言之 而言而总之啊 这个日本啊 这个日经新闻 Nikki 不有一个Nikki Index吗 日经指数啊 就是日经新闻 有一个老牌的一个中国专家吧 中国通报 他常年报道中国问题 在中国 据说在中国这个驻扎了有七年之久啊 相当于读了一个硕士学位 加一个学士学位啊 呵呵呵 硕博连读 连读啊 这个老兄呢 他就说 报出这么个料来 说这个老领导现在看不过去了 这个老同志批评习近平 把习近平批的这个脾气上来了 那这个又歇几天 在家养病的 现在这个身体也不太好啊 是这么个状态 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有人信有人不信 信的有信的理由 不信有不信的理由 这个中泽克次这个人是很神秘的 你找这个人的危机百科是没有信息的 他今年多大岁数 在哪受过教育啊 他爹是谁 他妈是谁 在哪成长的 在哪出生的啊 现在是不是真的在日经新闻里边 当一个中层干部 这个不知道 但是这个人在今年4月20号的时候 曾经爆出另外一个料 那个料也是震惊了华文事件 他讲了个什么呢 你们搜搜啊 中泽克尔在今年的4月20号 他就愣说 中美这个断交 不是美国要断交 这个中美断交的起点 那十几年前 那具体的讲 是2012年的冬天 2012年的秋天习近平正式上位 那么过了两三个月 在冬天开一个会上 闭门秘密会议 习近平有一番讲话 那个讲话就定了个基调啊 就是美国在卡我们的脖子啊 美国的经济 挟持了我们中国的经济 我们中国现在很被动 我们必须要摆脱这个局面 我们要倒过来掐美国人的脖子 这个掐脖子啊 经济挟持啊 这个概念 是2012年的冬天 确切讲11月11号那一天吧 习近平定得掉 那么这个讲话说的信誓旦旦 具体日期 具体地点 讲得很清楚啊 那不可能习近平对着墙壁讲话吧 听众至少都有好几十个 好几百个 好几千个都有可能啊 而且中央档案官有文件啊 很多人可以核实这个事情的真假啊 人家中则科二破天荒第一份讲出来 那台湾的媒体 海外的媒体 美国之音 这个法网 德国之声 自由亚洲电台 BBC 哇哇 炒作这个东西 我也不能免俗啊 我也不能免俗啊 我在4月23号那天做了一个直播 我的老观众应该有印象 现在这个直播 我今天想掉出来再看看的时候 我发现怎么着 找不着了 这个这个直播就丢了 这个直播被油管净敲敲的给我删掉了 没有争动我同意 也没有通知我 口说无凭啊 举个证举个证 我他妈你跑到后台 我跑到后台去看这个东西 找不到了 你们截个屏这个地方 我在4月23号做过一个直播 直播当中那个题目还有中泽课 中泽课二 有人把中泽课二翻成中泽课次 你无论是搜中泽课二还是中泽课次 你搜不到任何他的个人信息 他那个保密法 日本的保密法做得非常严密啊 但是你作为一个记者 一个思想者 好像按说 你不应该这么保密啊 你得给大家透露点信息 大家觉得首先这是个真人 不是一个机器人 不是一个情报单位的一个 一个一个集体账号才对啊 但是这个不管 反正就是我在4月23号那个节目 题目当中点着中泽课次的名字 被人家油管内部的小粉红 给我定点清除了 说明什么呀 说明第一 李洪宽不重要 谁重要啊 中泽课二重要 他讲的东西是伤心动骨的 你难怪台湾啊 中央社呀 或者是各大这个啊 这个反共反华的这个各家的各个国家的国家的媒体 美国之一这样的啊 法广这样的 他是紧追这个中泽课二 所以大家不可小觑啊 不能够低估了这个中国中泽课二这个人的文章啊 咱们今天呢就学习一下这篇文章 很重要 我认为啊 咱们看看他的英文版 这是他的英文版啊 咱们现在是在Nikki.com 就是日经新闻的网站 他们自己出的英文版 这是啊 你看这是曾庆红 啊 他就说曾庆红现在 曾庆红今年85岁了吧 曾庆红的年龄已经到了邓小平 在1989年镇压六四的那个年龄了 那还是能做决定的啊 现在这个中泽课二一口咬定 在北戴河 曾庆红代表一些老同志 那肯定是代表朱镕基啊 代表李克强啊 代表这个啊 代表这个啊 胡锦涛啊 代表温家宝 代表一大批老同志 对习近平正式公开的表达了 他们的一些想法 习近平同志呢 心情非常不爽 文章的标题啊 聚焦中国 分析 冒号 习近平在北戴河被老同志训斥 焦点议题是国家的方向 国家朝什么方向走 要不要与世界为敌 要不要得罪世界上每一个国家 要不要把我们的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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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跟我们做生意的这些 啊 财助啊 我们的这个上帝都得罪了 主要是要不要跟美国啊 这个 斜阁 副标题啊 G20 Absence 就说不出席 习近平不出席G20会议 显示 中国内政 风波 风波呀 又风波呀 啊 Turmoid就是有动荡 显示中国内政有动荡 否则的话 习近平应该会 去 参加G20会议 这个是9月5号 深夜 那将近晚上9点钟的时间 日本晚上9点钟发表 也就是昨天啊 今天是9月6号啊 这个中泽克尔的日文名字叫 Katsuki Nakazawa Katsuki Nakazawa 他的介绍就是说他是一个住在东京的一个老邪手啊 也是编辑部的一个邪手 这是日经新闻的编辑部的邪手和老邪手 那么他在中国呢 啊 做过7年的 啊 驻日记者 后来做了 日经新闻驻北京的总部 驻中国的总部 他19 啊 他在2014年获得了日本的一个奖啊 这个日本呢 有一个奖 这个奖的名字叫 万共 有一大international journalist 国际记者奖 国际新闻记者奖 我还没听说这个奖 一查发现 都是主要是给颁给日本人的 日本记者 啊 这个文章的第一句话就说 现在有中国内政动荡的迹象 啊 中国内政 树欲静 而风不止 啊 内政不稳 啊 是不是星期在星期一 啊 中国公布习近平不去参加 在印度召开的G20会议 李强 李强带他去 啊 李强带他去 呃 这个是 史上第一次习近平 缺席G20会议 也就是说他过去 有机会他都会去 这是一个 这是不是个迹象啊 你说是不是迹象 这当然是迹象了 哈哈哈哈 你要愣说这不是迹象的话 那你你不懂政治啊 你不会分析中国政治 你就闭嘴 他说在这之前呢 在今年夏天的北戴河会议上 有过类似的迹象 我在这强调一下这个北戴河会议啊 北戴河会议呢 最近几年以来 基本上不讨论重大国家政策 也就是说北戴河会议20多年之前的那个老家伙们在那儿抹着粮啊 这个开理论误虚会讨论一些政治问题的那个传统啊 早就切断了 但是呢 时不时的有政治评论人士拿着北戴河和中南海啊听房师的那个套路呢 在讨论这些问题啊 他的文章继续讲啊 这个北戴河的这个非正式的政治讨论呢 这些闭门会议呢 有一些情报啊 到了他的手上 他说这个会议呢 在2012年呢 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呢 呃 会议的基调 在会议的基调 和20年前 不一样了 也就是习近平把这个北戴河会议 嗯 他的这个风格改了 他说我的情报来源告诉我呀 有一帮退休的老共产党的高级干部 啊 这些对习近平 对习近平 啊 表达了集体的意志 这是他的情报来源啊 是谁咱就不知道了啊 他说这次北戴河 最新的这次北戴河会议呢 没有最著名的老同志 你比如说江泽民同志已经去世了啊 去年11月已经去世了 那么胡锡涛同志 今年80岁也没去啊 因为他在人民大会上被揪出去了 好像有点 大家觉得他在不太吉利啊 他说呢 这些胡 和江 啊 不出席北戴河会议的 表面上看起来是帮助了习近平 稳定 政权 但是 但是 but the matter is not that simple 但是啊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他就说了 中国现在啊 内外交困啊 中国不是处在最佳的状态 经济 下面就是隶数 中国为什么不佳啊 中国这个经济在 大滑坡 房地产在爆雷 在崩溃 举了这个恒大的例子啊 这个年轻人失业率 失控 飙升 高到政府都拒绝报道 失业数字 军队 军方 军方也不稳 火箭军 领导被斩首啊 领导纷纷的这几个将军 纷纷的被 要不是自杀 要不就是 要不就是退休 要不就是被抓 反正 然后外交部长秦刚啊 也惹出一大堆事来 这个秦刚是习近平的 铁杆 亲信 习近平亲自提拔出来的人 他举了这些例子 他说这些动荡 这些动荡 让这个一些老同志啊 非常焦虑 这些政治 中国内政的这些动荡 让一些老同志非常焦虑 这些老同志都在过去的经济的增长当中 获得了利益 也就是说这是一帮既得利益者 表现出来的 对于中国内政动荡的焦虑 大家明白这句话吗 the turmoil has worried many of the elders who ran the party during China's economic ascent 就是这个意思 记得利益者有点坐不住了 他说 我的情报告诉我呀 他说我的情报告诉我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党的最高领导人 老同志 党的老同志们 就他们自己就开了会 他们呢 归纳了他们的意见 形成了共识 决定 决定 要给习近平提意见 那么这个会议呢 这些老 党内老同志的意见呢 是在北京的郊区召开的 the meeting was likely held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是在北京的郊区召开的 他们开完了这个会之后呢 只有一些开会的 参加会议的老同志 一部分老同志 去了北戴河 他们就是代表了 然后他跟习近平有一个 促膝谈心 这个跟习近平的促膝谈心 在北戴河只发生了一天 就是一天当中跟习近平谈了一天 这个怎么来的呀 这个情报 这是我的情报来源 这是这个 中泽克尔说 这是我个人的情报来源 我不能披露 他这个要点呢 是说 如果再不采取断然措施 允许社会动荡 政治动荡 经济动荡 再发展下去的话 如果不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那么党将会失去人民的支持 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对习近平的统治 构成巨大的威胁 Posting a threat to its rule 老同志们说 我们不能再有更多的动荡了 We can't have more turmoil The elders pointed out 老同志说 不能再有更多的动荡了 老同志对习近平说的 那么这些代表老同志发言的领头人 叫做曾庆红 曾庆红的职位咱就不需要讲了 就是这个 右边这个 左边是张哲 张哲已经走了 这个老兄是谁 中间这个不认识 是日本的 还是台湾的政客 那腰弯的这么厉害 你看不知道是谁 说明文字当中并没有说这个人是谁 这就下面介绍曾庆红的角色 曾庆红在习近平上位的过程中 鞠躬甚尾 出了很大的力 今年84岁了 曾庆红 大家算一算 1989年邓小平是不是正好84岁 1989年邓小平短然拍板决定 派20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进入北京市屠杀手无寸铁的和平 请愿的人民和学生 然后他就评论了 他说习近平的苦日子来了 习近平的苦日子来了 他说习近平受到在北戴河受到了这个曾庆红的为代表的老同志的批评之后啊 他回家找到自己贴心的几个啊 这个铁杆他贴心的这些属下吧 抱头痛哭啊 抱头痛哭啊 说老同志们才不理解我啦 说这个 他说习vented his frustration 他把他的挫折感向他的那些亲信说 说说曾庆红太不像话啦 这老家伙们老批评我 习近平pointing fingers at three前任 他说他把啊 矛头指向了他的前任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女涛 他说我今天处理的问题 都是邓小平留给我的 江泽民留给我的 胡女涛留给我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当然他没敢跟 他没敢跟曾庆红讲 讲这个东西啊 这是引用的习近平的原话啊 All the issues that were left by the previous three leaders are on my shoulder 他说我肩上扛的这些重弹 都是三个前任老老家伙们 给我留下来的呀 就是这个意思啊 他说我花了过去十多年的时间 来处理他们没有处理的问题啊 难道你还批评我啊 但是他这个话没敢向曾庆红说 这是跟自己的铁杆 包括跟李强啊 跟曾跟这个王小红啊 跟这个啊 蔡奇啊 跟那个李希啊 跟他们赵乐际给他们在讲啊 他说李强在场 他说李强听了这个话之后浑身颤抖啊 吓得浑身颤抖 李强不知道怎么应对这个局面 他在这点出来说李强现在是中共啊 中共这个政治普及当中是排名第二的 这个排名第二也是他的一个乱点鸳鸯谱 其实在中共官方的法律和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面 李强总理这个位置是不是第二号种子选手 还真没有点破 因为这个你点出第二很重要 如果习近平突然暴病身亡 出了车祸 飞机失事 或者被刺杀突然死亡 那么谁来接习近平的班 这就决定啊 这个是决定这个政治实习网替啊 如果是李强是确定百分之百的没有增议的话 那应该写在党章里啊 写在宪法里啊 对吧 但是你找一找中国的党章和宪法 并没有这个明确的规定 他如果有这个明确的规定的话 李强一定会安排自己的杀手 把这个习近平给干掉啊 对吧 这有点像水浒传里边 宋江要想办法把潮盖给弄死 他自己早接班啊 对吧 所以习近平也懂这个道理 所以就是把这个接班人的这个顺序啊 刻意做了模糊化处理 李强也不知道习近平死了之后 他能不能合法的接班 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吗 所以这个日本记者啊 中则客赐 他在文章里面这句话 他说这个 Premier Li Chang No.2 in the party hierarchy 这个是他的断章取义 这是他的想象 他的推理 他的推理有没有道理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严格讲没有道理 你得有法律依据啊 得党章的依据才可以啊 但实际上这个作者 日经新闻的这个老作者啊 这个钟泽克尔不一定有这个依据 只是他想当然 那想当然根据日本的法律 根据美国的法律 他想当然推导出来的 他忘了我们中国是一个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是随其无差阶级专政啊 不是民主自由 所以李强听到这个 这个写的很生动啊 很有画面感 说李强 说李强 李强听到 习近平抱怨这个 这个老邓 老江和老胡 李强shaken 就是浑身颤抖啊 李强可能胆小 李强吓得是浑身颤抖 你看这用词 他说李强呢 现在是负责中国的经济 但是经济呢 遇到了 重大难题 那今天的今天的经济 可真是面临着中国的经济啊 面临着灾难性的衰退 李强 他是不懂经济的 你现在我们知道 李克强是稍微懂点经济 李强是不懂经济的 那么李强不懂经济 李强不懂经济的话呢 我得到这儿的话 我得让大家看一段 这个 他这个文章 咱们快进到下面就是有点 这个背景讲的太多了 他这个是个综合论文 讲的很多 他里边讲到了 他里边讲到了这个 李强的前任 李克强总 前总理 The former number two 就是原来的第二号党内的种子选手 李克强 微笑的出现在世界遗产墨高窟 这么一个会上 前佛洞 墨高窟前佛洞上 在甘肃层 这有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 在网上传的很厉害 传的很厉害之后呢 很快就删掉了 看到吧 所以呢 他们 这个日经新闻呢 Nikki Nikki 他找不到这个视频 他没办法 他就找了一个 这个央视新闻 好几年之前 李克强跑到深圳 去给邓小平 献花圈 2022年8月 李克强到这个深圳 去给邓小平献花圈的 这么一个 这个就有点和 这个 和这个 不对啊 我这有这个视频呢 我把这个视频看看 这个视频删得很厉害 因为疯传啊 李克强的视频 你看到吗 他把这个给接起来 这个事情 应该说发生在 8月30号 或者8月31号 这一天 这个细节被我 注意到了啊 我给大家看看这个 视频是有的 是真的 他强调啊 这个视频是真的 关键是 李克强 这个视频能放出来 这个视频之所以能放出来 能疯传 能活起来 而且最后被删掉 说明什么呀 意味深长 意味深长 至少说明一个 就是起码在甘肃墨高窟 签佛洞那个旅游现场 现场的观众对李克强 总理印象还是不错的 还愿意喊一个 总理好 这比 这比那个李鹏总理的口碑要好 这个细节被日行新闻给抓住了 我有点吃惊啊 我看了之后 我看了之后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说明这个 这个中泽克二啊 这老熊是有消息来源的 他是他能 但是他慢了一步啊 他没找到这个新闻 他这个位置应该放 李克强这个啊 现在啊 就是8月31号这一天的这个 或者8月30号啊 在敦煌的这个最新的视频之后 他找不着了 这都没办法啊 所以他露一个老照片在这 他这强调啊 他承认啊 The video of李克强appearance was widely dispersed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before being deleted by authorities 他说啊 李克强这个 这个最新露面的这个视频呢 嗯 在中国自媒体上啊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疯传 然后很快被删掉了 应该是被删掉了 否则他们能搞得删得干干净净 他说呢 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性的 象征意义的啊 一个事件 it was a symbolic event 这个说的很这个很很硬啊 说的李克强仍然是一个啊 仍然是一个啊 popular politician 他这强调啊 他说这个他在这儿跟招数 这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假的 是真的不是假的 不是电脑制作出来的 因为现在这个这个这个电脑 这个这个机器人制作 假视频啊 越做越像 嗯 包括我看到美国有一个 呃 佛罗里扎州的州长 那个那个Santis啊 宣布退出总统竞选 我看了之后都都都大吃一惊啊 啊 这个 后来一查才发现 是他把这些电脑制作啊 机器人做的 模拟的 很像 他在这儿对李克强 寄予很大的希望 他说 他说啊 李克强已经退休了 在这一次北戴河的老干部会议上 当然李克强是在场的 你看看 你看看 也就是说李克强和曾庆红结盟了 共同对付习近平 对习近平提出批评 这是这个文章的结论 大家能理解吗 这是要害要点 啊 这文章就结束了啊 那么为了佐证这个观点 你们到油管去搜李克强的秘密讲话 啊 有一帮 江泽民的 有一帮江泽民的这个 雍顿啊 上海帮吧 在油管上有有有频道 有节目 啊 他们在那儿也在推李克强的那个讲话 就是我上一个视频给大家放了一段 李克强讲到 一个大学生回到家乡去 办书店 想卖点书啊 结果盖了一百多个章 最后还被这个税务啊工商啊检查啊火警啊敲杂勒索生意做不下去 就那个视频 上海帮的人也在推那个东西 可见 可见 那这个是有案可查的这都不是幻觉也都不是听广师都是真凭实据 大家能接受这个观点吧 这个是日经新闻的一篇重要文章 现在都在议论这个文章啊都在传这个文章 这以曾庆红李克强为首的老同志 我想应该是应该包括很多这个江湖这个班底的老同志吧 对于习近平目前主导国家的大政方针产生了怀疑 提出了批评 应该给他施加了压力 所以说这个压力能够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 能否能否逼着习近平这个班子啊 认真改革啊 这个度过这一次经济灾难 和外交上的灾难 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我们现在说不好 行 关于这个中泽科二这个题目呢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 我看有什么 我看有什么 尖锐问题吗 五月散人说老领导开会不可能 那也不一定 你怎么知道 你也就是想象吗 五月散人说曾庆红不可能批评习近平 如果李克强也加盟 曾庆红 加盟温家 温家宝 加盟胡锦涛 加盟这个 韩正啊 这些老同志都一块的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 可能性很大呀 季空然说这是 日经版庭床师 不知道 那这个老熊是游了一下子的 这个老熊在4月20号 我提到4月20号 这个中泽科二 有一个有一个文章 那他就讲到中美脱钩的问题 他说是习近平脱了钩 这个判断我认为是对的 是准确的 符合实际情况的 那当然你可以提出来 说习近平上来不是说了吗 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啊 对啊 是啊 那为什么要脱钩呢 为什么习近平主动脱钩呢 这个你得问中泽科二 中泽科二说他有 他有这个 他有他的消息来源 也就是说有比较可信的消息来源 证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11号那一天 开过一个秘密会议 有一个秘密讲话 那里边定的调非常高 就说是美国在卡了那么脖子 啊 美国劫持了我们的经济 我们现在要看美国的颜色形势 那长次一半 我们中国共产党很配动 啊 我们就啊 我们要反过来 我们要劫持美国的经济 我们要反制 那是这个 我当时4月23号做了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受到了油管的打击 那绝对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啊 你打击我呢 就纯粹是政治迫害了 对吧 这就是删了我的视频吧 我应该是给他补充了另外的因素 习近平跟美国作对 他有根字上的原因 那这个中泽克尔应该是没讲到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涉及到中美间谍战 有一个理会间谍案 就是习近平接班的过程中 正好赶上了中美间谍战 打他混天地黑的时候 中国破获了这个理会间谍案 这是一个因素啊 这是第一 这个啊 中泽克尔他不敢讲 他没讲 还有一个更深的东西 他们中泽克尔他想不到 他日本人有他的短板 有他的长板 有他短板 他的长板是搜集情报能力非常强 他有专业团队啊 我们是小作坊 我们不能跟他比 但是我们的视角 我们的高屋建立的能力比他强 我们有历史的纵深 日本人他不一定有这个历史的纵深 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这个实际上这个战狼外交啊 战狼外交的本质是什么 是要和美国搞坏关系吗 不是 你看只有我李文康刚刚讲的这个高度啊 中共的战狼外交就是他妈的瞎咋呼 中共的战狼外交和1969年 解放军沈阳军区 胡卫兵造反的那些家伙们 到这个珍包岛区主动挑衅 苏联的红军边境巡逻队挑起战争一模一样 和1900年夏天河北山东的农民义和团进北京杀洋人 慈禧太后向十三国宣战一模一样 和1968年香港红卫兵火烧英国办事处 要求收回香港主权 一模一样 这叫什么呀 这叫瞎鸡巴折腾 只是折腾中国人 只是主要领导人放纵这个东西 就是为了震慑中国人 修理中国人 就是清除中国里面的内奸 然后制造一个恐怖威慑效果 他对于洋人还是恐惧三分的 所以说今天长话短说啊 历史的东西咱不用讲太多 就是中国共产党今天搞的这个什么卢沙野 什么你妈的赵立坚 什么你妈的华春莹 什么你妈的耿爽 这些这些家伙们 什么你妈的王毅说的那些屁话呀 实际上那些战狼就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就是我们是耍流氓 我们耍流氓主要是对中国人民耍流氓 因为你们这些韭菜活该 你们就是应该是炒 你们就是应该共产党奴隶 我怎么捏你怎么掐你怎么剥夺你的人权 怎么怎么拆你的宅基地 剥夺你的宅基地啊 怎么让你的老婆打了胎 我都是可以的 美国人也得忍着 美国人他要人权 他管不到中国 他要制造这么一个效果 他一方面就是虐待中国人民之后呢 他见了外国人 如果外国人干预 你为什么侵害人权啊 你为什么派野战部队到北京去屠杀北京 手无寸铁和平情愿的市民和学生啊 他们哭了 哎呀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我们主要我们派军队进北京 不是为了对付学生的 我们是对付赵紫阳 那有些军队人可能还会有幻想 以为跟着赵紫阳有肉吃 吃香的喝辣的 想搞政变 我们所以多派部队去 主要是对付赵紫阳的部队 其实赵紫阳也没这个胆量 也没这个谋略 所以这也是这都是空谈 但是你像邓小平啊 杨上空啊 他会耐心的跟美国人讲一讲 他不会跟中国人讲的 中国人讲你 你讲什么 你他妈的爱国 你爱国争得我同意了吗 你想爱国 你想上街游行示威 你不争得我同意 你就是反革命 你就是动乱 我要镇压你 你就是反革命事件 这是共产党的逻辑 这个耍流氓这个面孔 主要是对中国人的 战狼外交的那些流氓话语 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 是说给中国人听的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现在虽然说中共建了个大方火墙 但是 中共那些流氓话语啊 他也他妈的扩散到全世界啊 不是有大翻译运动吗 有些人专门把中共那些不要脸的臭流氓话语翻译成英语 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 让其他国家的记者 学者看在眼里 让他们去理解 理解不了慢慢理解嘛 所以就有中泽科二这样的日本专家 中国通 你还有那个石板名副这样的 他日本还有一个产经新闻的 那个是更小的报纸啊 产经新闻和这个日经新闻 那个是差得很远啊 产经新闻石板名副那是个极右的啊 那个是为为这个 挤我啊 他们这些中国问题都不断的解释啊 战狼外交啥意思呢 他没有一个人想到 这个主要是吓唬中国人民的 不是跟美国人民闹闹真格的 那是闹着玩的 这个传统是从哪来的 就是跟中国人民耍流氓 说流氓话语 霸道啊 跟美国人民呢 啊 努力做一个解释者 讲中国的故事 我们中国的饭很好吃 我们中国的美女很多 我们中国的美女对洋人的服务是非常好的 包括非洲来的穷兄弟 到了山东大学来留学 还可以给你一个男的配三个年轻的女学生 给你们呃 呃赔读啊 这待遇很好的 我们对外国人很好啊 不要把我们当成狼 我们也是跟你们一块儿啊 就剥削中国人民啊 就是你能懂吗 呃 这个道理不太好说 但是实际上就是共产党的真实的意图 这个传统从哪来的 这个传统他妈的说起来是从 1972年毛泽东跟尼克松那来的 当时有一个典故 也只有我李文宽在说呀 这个很多人老一代都死了 没人讲了 新一代长成的这些小编他妈不记得这个段 1972年 尼克松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当时尼克松 大家记得吧 1972年2月23号那一天 大家查一查 很冷啊 北京是很冷的 距离春节很近 我忘了是春节前还是春节后了 那么当时为了招待他们在大连要炸开冰 跳水沿下去捞海鲜 冻死好几个解放军战士啊 活活冻死啊 为什么 他知道美国人爱吃海鲜吧 咱们大连那碗的海鲜那个时候没有污染 波海湾的海鲜还是不错的 吃点海参啊 琵琶虾呀什么的啊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尼克松带着好几百人的团队啊 有三百人吧 我记得尼克松啊 第一次访华带着三百多人团队 那里边也有专家 也有教授 也有医学家 也有记者 也有什么都啊 当然主要是政客啊 很多是中国问题专家 他读汉字啊 结果到了北京之后 坐着车 进北京 他坐的是红旗轿子 红旗轿子是有帘子的 他里边啊 咱们美国的这个开车的话 你的那个车窗不能有帘子 为什么 有帘子的话 警察看不着你啊 你在里面搞点破坏活动 那不行 所以美国开车 你那个窗子上 如果是涂上一个反光的这个燃料 涂料 或者是加上黑帘子 那是违法的 警察要抓你的啊 中国不行 中国在1972年的时候 高级领导做的事 都是挂着帘子的 为什么 那就是让你和人民尽可能的隔绝嘛 那个尼克松的团队上 有一个懂中文的一个专家 他就掀开那个帘 看了一下 走到北京长安街上 发现我靠 长安街上两边大楼 楼顶上大挂着大幅标语 你知道写的是什么吧 打倒美帝国主义 他就很困惑啊 就报告了总统 总统说不可能吧 你别吓唬我啊 你别欺负我不懂中文呢 他说没错啊 肯定是打倒美帝国主义啊 就是给你看的呀 那尼克松就有警惕 那后来见老毛泽东之后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就觉得跟老毛可以无话不谈了 也可以谈女人啊 说主席主席先生 我的随从告诉我 说你们北京街头挂着很多大幅标语 打倒美帝国主义 你用这个标语来欢迎我 你是啥意思啊 主席说 好好好 你别当真 这是这是我们中国有一个有一个古语 说打是亲 骂是爱 我现在跟你谈恋爱 我骂你 那我是看得起你 我爱你 打是亲骂是爱 你的中国问题专家听说过吗 中国问题专家还真不一定知道 不一定学到这个 这个礼语啊 这是个礼语 打是亲骂是爱 尤其是老北京 尤其是大院长大的 你去问打是亲骂是爱 他他妈都会 他就有这个传统啊 你给北京的高干 红二代红三代打交道 他先上来拍着你 就是骂你 用脏话跟你对话 这叫打是亲骂是爱 表明咱们他妈的关系很铁 这是个真事啊 这个要说哈佛大学 汉语系毕业 中国汉语专业毕业 能理解到这个打是亲骂是爱 这个层次的 我相信也得博士研究生毕业才可以 而且是中文 中国文学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才可以 还不一定能学到这个词啊 我问过日本的专家 日本咱北大留学的中文系博士毕业 我跟他打是亲骂是爱听说过 没有 真不知道啊 都课堂上不教 老毛现场告诉了尼克松 尼克松一听哈哈大笑啊 尼克松这个老征客他当然懂了吧 他有过一个华人的中国人的女朋友 姓廖啊 在香港 他这个我想他 他应该懂啊 所以这个传统从1972年中美关系和好以来 中国共产党表面上 是反美的 他们骂美国 反美国 诋毁美国 造谣美国 这个宣传的口径 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个基本事实 大家知道吗 可能就是现在老同志们 都死了 只有李温光还在讲这个段子 这是真事啊 所以说延续到习近平上台以来 一帮新的外交家长成 这帮小子们把这个大是亲骂是爱 做了极大的发挥 就演变成了战狼外交 再加上一些无良商人拍电影 你妈的中战狼啊 就是瞎鸡巴折腾了 真是 实际上把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彻底搞砸了 现在搞砸了 人家不在乎你怎么说了 人家看你怎么做呀 人家直接决定要不要在某些商业领域直接给你掐死 那所以现在你中国造的手机 有人就在吹牛逼啊 说华为手机用了自己的芯片啊 多么伟大 困不死我们 想看我们的脖子没门啊 就是这种啊 狂热的民族主义 你得问一问 你华为用了新的这个芯片 质量如何呀 是不是会发热呀 储存可靠吗 是不是会删自动删除数据 你的质量 你看五年之后华为的手机同样一部手机用了五年 同样一部手机是苹果 五年之后看看哪个手机的质量能能保住 如果华为的手机五年之后的质量 跟苹果手机不输于苹果手机 那你可以吹牛逼不迟吧 你现在吹有个有个鸟用啊 啊 一般人同样的价钱应该 不会买华为的吧 因为你用的是中国的芯片吗 安娜说打是亲话是爱 难道只有北京人这么说吗 还不是全体北京人 是北京某一个区域某一个小圈子 就是高干 军人大院 有几个大院长大的孩子 他们这个老时候见面之后 充分表现出打是喜马适 就有点像那个小动物 啊 你家养个小狗小猫的 他他过去见过面或者是一窝 啊 你家一窝狗生了十只 分别送了不同的人家 啊 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 你把他们再来一个啊聚会 同学相会 兄弟姐妹重新相会 你就发现那个狗上来又咬又死又骂爱 就这个意思 是一种动物本能的表示 这个北京的高干子弟都懂 一些北京市民也懂 啊 我不敢说北京全体市民 每一个北京人民都知道大喜骂 是爱啊 这个我不能保证啊 这个你跟北京人民去深层的问一问 你问问 你问问那个谁 呃 你你你问问那个那个 不点名了 老北京人都知道 不止大院 对大院不是孤立的吧 大院的孩子他也不是孤立 他跟社会上啊 他跟社会上的人这个 他是通知的嘛 同学啊 同事 你搜一搜王硕的小说 你看看王硕讲话 经常骂咧咧咧的 这就是一种亲爱的表示 这个话毛泽东说给尼克松 尼克松他娘的介绍了 尼克松百分之百的理解了 所以说美国在过去五十年当中 没有做一个积极的努力 帮助中国 纠正反美的这个错误做法 你就美国不在乎 你骂吧 我他妈的世界第一大国 我你骂我不疼 你也骂不 你骂不了我 我对于世界的影响力 在哪 你骂没用 你骂只能是满足你的嘴瘾 那你自己过过瘾爽一把 如此而已啊 伤不到我美国的一点皮毛 美国人皮厚啊 无所谓骂吧 所以在过去五十年当中 美国人民很多事应该做 比如讲第一个 美国人民应该派出军事代表团 美国五角大楼 文宣队跟中国 那总参谋部 总作战部 中国国防部 中国教育部 中央电视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搞一个联合辩论会 就讨论一些历史问题啊 朝鲜战争的成败问题啊 这些问题我们形成共识啊 就算形不成共识 你也允许我们美国 五角大楼的观点 和中国人民见个面啊 你别关起门的 自己说他妈的冰雕连多么牛逼 你也听听我们美国是怎么解释 史维斯少教是怎么带着 海军陆战队 撤出这个 长津湖战场的呀 大家沟通一下嘛 老的问题 只是历史问题 我们只讲真相 那这些事都应该做 这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人民 也帮助习近平走出谬误 寻找真相 增进友谊 加强了解 反对战争 抛弃战争 实现和平的唯一的做法 美国他娘弟就没做这个事 我也是很晚 跟一些相关人士聊在这 才有这个感慨 我要是20年前悟到的话 我他们得急一避兹 顾几个小年轻的跟着我 我天天到国会去游说 让美国五角大楼 主动和中国的国防部 做这样的 这是对等的交通 交流 你们叫抗美援朝 我们叫朝鲜战争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说法 我们想全人类 全世界通过联合国的平台 来讲这个事 让世人都认识到 朝鲜这场战争 到底对美国意味着什么 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台湾意味着什么 对南朝鲜 北朝鲜各自意味着什么 可以不同的人派代表来阐述你的立场 对不对 美国没有做这个带头大哥 一直到今天习近平那个脑子 关于朝鲜战争 关于抗美援朝 这些最基本的概念 习近平的思维 还是文化大革命那种错误思维 这个是习近平要给中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带来战争灾难的根源之一 这也是战狼外交 根深蒂固的 他的罪孽的深渊 就是从这来的 注意啊 你现在梳理一下中美 隔绝只有20多年 1972年和好 那么1952年的是正好打朝鲜战争 所以中美的这个隔绝是22年的时间 中苏的隔绝也是20多年的时间 那大家记得吧 1969年到1989年 是正好20年 1989年 戈尔巴乔夫访华 这个5月16号 首先跟邓上平 这个谈了话 这算实现了中苏正式恢复关系 往前推20年 1969年的早春 3月份 解放军里面的造反派 极尽分子 那些战狼五毛傻逼 挑起了中苏边境的战略 注意啊 是中国军人挑起了中苏边界冲突啊 不是苏联人找你打仗 是你找人家打仗 这种战略挑衅行为 光荣吗 光荣个屁啊 根本不光荣 这些东西都应该做深刻的反思 当然了 这个中苏和解的是1989年5月16号 这些东西啊 历史的恩怨 哥巴乔夫没有勇气 主动对这个事情做一个啊 是非对错的评定 老邓 老邓是个老流氓 他没有任何道德感 他也没有提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中苏珍包岛这场挑衅战争 这场军事挑衅战争挑衅 这些战狼的作为 在今天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 还是作为英雄的事迹 在那儿展览的 那是毒害中国人民的大脑的 你说战狼外交 他的精神起源 他的精神源流 就是这些鸡巴毛啊 就是他妈的耍流氓啊 那战狼外交本质上耍流氓 是拿不出手的 只能骗中国人 到了国际上 到一个国际场合 比如说到了个联合国这样的场所 我相信中国的外交人员 和苏联外交人员 或者俄罗斯的外交人员 就针包岛边境冲突 我相信中国人根本讲不出个理来 讲个屁里啊 你他把你主动挑衅打仗 主动挑衅打仗 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除非你及时认错 及时投降 及时赔偿 我一讲快一个小时了 今天到收尾了 国内正在放这个 欧奔海默这个电影啊 很多人看了之后 评价很多 欧奔海默 这个片呢 在美国7月份上映 我还没看 没来去看 好多人提醒我 你去看看欧奔海默 我说好吧 我说实在呢 没排出来 我看了一下中国大陆的这个 讲这个欧奔海默的这个啊 有很多人在讲 怎么看这个片 哪些这个要点 哪些漏掉 哪些理解不了啊 欧奔海默 因为咱们学中学物理的时候 很多名人啊 物理 讲到啊 现代物理 量子力学啊 这个量子物理 相对论什么的 有很多名人啊 物理学家的名人 出现在欧奔海默 这个电影里边 真人出来了啊 确实值得一看 但我看了这些介绍 都错过了一个最重要 你知道看这个电影最重要 最重要的看点在哪里吗 你们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讲透 这个首先 欧奔海默是一个犹太人 他是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 自己培养的物理学的天才 所以说他能够做这个曼哈顿 项目的头啊 因为他美国人嘛 而里边的骨干 是从德国吸收过来的 从欧洲引进的 那些物理学家难民 也是犹太人为主 那外国人当然不能当头嘛 只能找一个美国人 咱好歹是自己人呢 而且他也很厉害 所以欧奔海默当了头 主要是一个犹太人 他特别大的动力 他为什么干这个活 他动力是什么 因为他是犹太人 美国曼哈顿计划 造原子弹的假想敌是谁啊 不是假想敌 是真实的敌人 是纳粹德国 主要是为了炸柏林的 是为了炸德国的 结果这个 原子弹这个研制计划太慢了 进展不顺利 提存这个核辐射燃料太慢 跟不上 所以等他们研制出来的时候呢 德国已经投降了 五月份就投降了 他又等了两个月 七月份才把原子弹造好 事报 哐听个二七交响 响响成了 再造两颗 造了一个胖子 一个瘦子 又造了俩 胖子和瘦子 他的这个原理不一样啊 用两个丝度设计出来的 两颗原子弹造好了之后 从这个奥平海默的这个角度来讲 既然德国已经投降了 欧洲的战争已经结束了 咱们的原子弹 使命 已经完成了 不需要再放这个原子弹 你用它去炸日本人 奥平海默说日本人是谁啊 我都不了解 我跟他无恶无仇 炸他干什么呀 这些造原子弹的科学家 是理解不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炸日本 尤其是炸日本的平民 长岛和 广岛和长崎的这个平民 平民为主吧 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归不能接受啊 但是科学家 他只是一个工匠了 只是被政府雇佣来 付你最好的工资 你造出来 我怎么用 你就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 政客说了算 咱们上一个视频提到啊 杜罗门决定投掷原子弹 炸广岛长崎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决定 他也不懂啊 他主要是听的一个国务卿的说法 当时的国务卿 叫James Burns B-Y-R-N-E-S 这个老兄是个主谋 那老兄想着深远 那是个大政客 那那他是总统的啊 这个他是总统的 可以说是大哥吧 这个这个杜罗门是跟着他混的 才后来因缘际会 罗斯福死在任上 所以杜罗门当了总统 本来杜罗门那个位置 副总统那个位置 应该是伯恩斯的 后来也是阴差阳说 伯恩斯没当成 没当成副总统 退出了 换上了这个杜罗门 是伯恩斯指导杜罗门说 得炸日本啊 咱们现在德国 这和德国没关系了啊 虽然说咱们的造原子弹 这个曼海顿计划 是以炸德国为起点 但是后来啊 这个战场局势改变之后 咱们主要是炸日本 炸日本也不是为了炸日本 主要是第一 是为了炸给苏联看 让苏联小苏联你他妈的 给我老实点 第二 也是报个仇吧 这就是日本 说到日本对美国的原罪 日本不应该不宣而战 日本不应该耍流氓 偷袭珍珠港 你既然耍流氓了 在先 你既然偷袭了 珍珠港 你既然重创了美国的太平舰队 你就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所以到了1945年 8月6号 8月9号的时候 你就得尝尝原子弹的滋味 这个东西日本人呢 也是心知肚明 所以日本人对于这个原子弹 炸我的平民心里不服 也不服侍真的 但是也没有做过多的 做过多的展开 但是这个东西在美国 它是不一样的 美国有很多科学家 他是很天真的 很善良的 很淳朴的 很naive too young too simple 再加上open hardware 他周围全是共产党 他老婆是共产党 他情人是共产党 他弟弟是共产党 他他他妈的周围打交道的 这些哥们都是共产党 那人家美国后来 有人要整他吧 要整他 那当然把他整得身败名裂了 他在他最痛苦的时候 面临着国会听证会 其实国会听证会就是扯淡嘛 就是接他的私僧活啊 谁是谁 你是他 你跟他睡过觉吧 他是什么呀 他是不是共产党啊 你们俩都谈了什么 全他妈弄这些东西 就是接私僧活了 这个就没啥意思啊 但是在当时的那个气氛下 这是一个坑你绕不过去 他当时去找爱因斯坦 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啊 他经常去普林斯坦 找到爱因斯坦 请教爱因斯坦 说albert我怎么办呢 爱因斯坦说怎么办 你看我怎么办 我当年碰到你差不多的一个情况 你看我怎么办呢 就暗示他逃啊 36G走为上啊 虽然说这个奥本海门也熟读东方哲学啊 我估计 咱们36G他没读到 他可能没读到36G 孙子兵法他也没读懂 爱因斯坦就暗示他 你跑吧 你在这带有啥好果子吃啊 依你的身份 依你的名望 你到任何一个国家也得收留你啊 你去英国 去奥地利 去澳大利亚 你去新西兰 哪怕你去加大大的 对吧 对吧 你你就是去德国也行 啊 注意50年的德国已经解放了 啊 你去哪都行啊 你干嘛在美国待着呀 但是他听懂了 但是没有采纳 爱因斯坦的这个意见 他走了之后 爱因斯坦跟他的助手说 用用那个一地式 就他们犹太人的那个啊 一地式是那个犹太人用的一个语言 说这就是个傻瓜 这是个傻瓜 果然 啊 奥米哈尔莫 以这个身败名裂 死 最后呢 因为他不断的抽烟啊 各种坏毛病 自暴自弃了 身体垮掉了 六十年 就我这么大岁数就死了 死于癌症 自己的媳妇 也没得好死 我记得他的媳妇是 上吊自杀了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女儿 还有一个女儿 也没有善终 最后是悲剧收场 他这个电影是根据一本传记 改编的 这个传记很 已经25年了 很老的一本传记 我没读过 写这个传记的作家 写了30年 他跟着一个书商 签了合同 搜集了大量的资料 原始资料 但是就是脑袋都是乱掉了 后来这个写作计划 他拿了 收了人家书商 七万美元的 头款 先花了七万美元 搜集了资料 做了 这个书就是写不出来了 朋友们的讥笑他 说你还写奥本海门 这么一个大人物的传记 写出来了吗 每次见面都讥笑他 他就成了一个 一块心病 写不出来 不知道无从下笔 因为这个太复杂 其实换一个维度 有什么复杂的 很简单 这个事情就是你 造出原子弹来 你用你的聪明才智 造出了人类第一颗原子弹 结果你去炸的是平民老百姓 这个在历史的长河里面 永远都是要被否定的 你只能做 这个背锅侠 这没办法 所以这就是这个悲剧的宿命 所以最后这本小说 不是小说 这本传记 这个老作者写了三十年 写不出来 大量资料 不知道怎么组织这个材料 把这个故事给讲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 后来找了一个合作者 这个合作者会写故事 给你重新三下五创一步 就咔啦 讲出这个故事 就是今天这个电影所依据的这个故事 我还是挺 我还是挺佩服这个导演的 这个导演是个说故事的高手啊 他当然是用画面来说故事 我看了一下这个画面很美 有历史感 有那个 有思想家的深度 确实是值得一看 我还没看啊 我准备约几个朋友 找一个谁家里的影院 我好几个朋友家里有大型的影院 私人影院啊 找一些朋友 好好的看一看啊 享受一下这个影院的效果啊 行 先聊到这儿吧 大家别忘了 这是一帮犹太人做出来的武器 他们一开始是要报复德国人 后来德国人提前投降了 被美国政客拿来 报复日本人 杀的是平民 顺便也威慑一下 以为可以威慑住苏联 结果他控制不住啊 美国的苏联特务太多了 美国很多的人才 主动给苏联当特务 就像中国国共内战的时候 好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 好多科学家 学者 主动心甘情愿 替共产党做特务 为共产党洗地 导致今天这个局面 那么美国也是这样的 美国的这个 它的这个原子弹的机密是保 没法保守机密 苏联几乎是同步 造出了原子弹 1949年 苏联的原子弹就爆炸成功了 人类进入了一个原子弹比赛竞争 互相耍流氓 看看谁的原子弹荡量大 进入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今天俄乌战争就受这个状态的深刻的影响 所以说未来的战争 尤其是有一些拥核国家 如果这个拥核国家耍流氓 比如习近平 如果习近平耍流氓 拿着核武器吓唬台湾 台湾有什么筹码吗 没有筹码 你只能下跪求饶 这个很悲惨啊 任何一个有思想力度的严肃的科学家 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答案 只能自己陷入沉思之中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出来一点真理真相 有点真知灼见的时候 你想办法给我点个赞 另外你得给我订阅一下 你老订户过去订阅过的油管里边的傻逼会 他给你清除掉 他给你消掉 这个系统迫害打击我的频道 你要多订阅 没事订阅一下 点赞一下 转发一下 传播一下 跟理真相 听君一席话 圣都十年书 谢谢 再见